癌症最强的止痛药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尤海生 CN教育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剂科副主人药师 癌症止痛药 就是我们现在都是主张 这个癌症止痛 就是个体化治疗 但是就是我们个体化治疗的话 一般就是采取就是口服的 一般比较多 再一个就是按时给药 就是一般就像 用缓食制剂 这些主要是 还是以阿片类药为主 阿片药物就是 一般是腔阿片的药物 像美食康定 麻菲缓食片 还有腔口筒缓食片 芬太尼特皮贴 这都是缓食制剂 这是腔阿片类药物 这是第三阶梯的 第二阶梯的 我们都是以可怠因为主的 这些相对是弱阿片类的药物 但是这类药物用的相对比较少 一般是用在就是止咳正咳方面 再一个就是第一阶梯的药物 就是对腺积分 这类药物 非栽体抗炎药 这主要是针对轻度疼痛的 这些腔阿片药物 还是就是选择止痛效果比较好一些 特别是针对疼痛比较强烈的 疼痛评分比较高的 晚期的病人 用的比较多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